看看新闻榜 影响戏里几位主要演员的心情 12月19号 影片在香港举行了首映见面会 导演陆川 主演刘业 吴彦祖 张震 秦岚等悉数亮相 尤其是刘业 吴彦祖这两位 戏里边剑拔弩张 戏外确实因为孩子在试图结成庆祥 刘业 吴彦祖 张震三个老男孩 在王子盛念中结下了深厚友谊 这不时隔半月 三人在香港重聚 别提有多高兴 就是因为这个 丹佑和张震都是我的两个大哥哥 他们都比我大老婆 就是我们现在已经 关系已经是 生化了超越了兄弟世界 家人也 其实刘业并不满足于 他们这辈的兄弟情深 他还想把这个好传统连续下去 12月2号 吴彦祖宣布爱妻怀孕时 刘业就迫不及待的 要为儿子诺依定下娃娃亲 大妞 听闻 Lisa还了你们的宝宝 真心替你们高兴 为人父要懂得照顾和关心孩子 包括要提早为孩子的未来着想 是这样 我家诺依真心是个不错的孩子 他懂事 含厚 不许小子又孝顺父母 你那儿如若喜得千金 是否可以斟酌一下 这样咱们就都省心了 祝母女平安 对于这门亲事 吴彦祖在首映现场大方表示 已经欣然接受了刘业的提议 刚好他的老婆也是法国的犹太人 不然我的老婆也是法国的犹太人 所以我们在想 如果他的儿子跟我的女儿在一起 他们生出来呢 会不会是一个纯的中国人 或是一个纯的犹太人 不知道吧 但是刘业看好的儿媳 绝不止吴彦祖一家的 此前他就曾看上黄渤家的闺女 而姚晨游起之后 刘业又再次抛出橄榄枝 真是爱子心切呀 姚晨是 姚晨可能觉得攀不起我们家孩子 没有 开玩笑 因为我这个已经定了太多了 就是广撒网多打鱼 看谁的孩子最漂亮 最后娶谁的孩子 王柏的女儿 包括 虽然首映现场主创们笑声不断 但王的盛宴在内地上映以来 跳房一直不太理想 这也让导演陆川有点笑不起来 今年这个 今年这个赫岁党的这个压力太大了 就都是大片 都是大片 而且集中上 集中上 怎么说呢 就希望我们的电影 尽量不要给老板赔钱呗 不是像希望的那么高 对 因为这片子可能是一个新的历史片 有一定的那个探索性 可能对内地的这个档期来说 还有两部强篇在 所以可能档期对这个片子 有点不太好 对 娱乐新天地陈晓夜香港报道